Hello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颗镜头 这个是佳能最近刚刚发售的 针对于RF卡口微单的85mmF2光圈 带一些微距功能的偏人像大光圈定焦镜头 这颗镜头我是期待很久了 当初是跟着佳能的R5R6一起发布的 但是最近才刚刚发售 我已经预定了很长时间 最近才拿到 我对这颗镜头非常的期待 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它的一些规格 跟我手上的这颗RF卡口的35mmF1.8 非常的接近 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R5R6机身性能非常好 RF卡口的大三元镜头也非常的棒 但是这些镜头还是有些偏贵 对于一些预算不是非常充足的 朋友们来说 当然是希望有一些比较廉价的镜头的选择 我们之前有讲过RF的24-105mmF4 还有RF 24-105mmF4到F7.1 都是比较便宜 但是画质又非常不错的套头 那么定焦镜头的方面的话 之前就有这样一颗 这个35mmF1.8 这个镜头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体积非常小巧 但是它能够在这么小的体积的情况下 提供一个F1.8的光圈 足够大部分爱好者使用 我平时也非常喜欢挂着这个镜头 来拍摄不下BB的节目 但是因为今天要讲这颗镜头 所以就用了其他的相机来拍摄 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都是会使用这颗镜头来拍摄 但光圈又比较大 同时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微距的功能 所以它其实对焦的话 还是可以比较近的 虽然说不能到1比1 但是它也能到0.25的这样的一个防大倍率 同时你还可以看到它提供了镜头的光学防抖 所以在大光圈小体积 有微距功能 而且还有光学防抖的情况下 这颗镜头还能够保持不错的画质 这个镜头我也跟其他的平台的35毫米 都做过比较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些节目 在有这些优势的情况下 它的价格也并不是非常贵 现在二手大概256 应该是能买到的 所以对于一些运算不是非常充足 或者是像使用佳能的EOS RP的用户来说 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这颗85F2呢 规格也是比较接近 首先呢它光圈是F2 对于爱好者来说是足够大的 F2 F1.8都是可以用的 同时呢它的体积也是比较小小 那相比于F1.4甚至是1.2的镜头 它的便携性会更强一些 我自己平时拍摄的时候 也是更愿意带这种比较轻巧的镜头 而且同样的话 它也是跟这个35一样 包括镜头的IS防抖 那么也是在拥有这些特征的情况下 这颗镜头也并不是非常的贵 我买的价格是4600多块钱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他的厂牌的 这个大概85.8 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你跟副厂不能比这个价格 但是你跟其他厂上的原厂比还是属于同一个水平 那这个镜头呢 我这两天也带着出去做了拍摄 真的是让我非常满意 首先就是说画质 胶内的这个解析力非常的棒 即使说搭了这个R6的2000万像素 你也很明显的看到出来 它的对比度非常的好 对我来说是非常满意的 并且它这个F2光圈 它的这个背景的虚化效果也是不错的 同时呢它的镜头的IS防抖呢 也是可以跟R5 R6的机身的 CMOS防抖一起工作 在机身的左上角呢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防抖架 所以它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好的防抖 那我放一下画面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啊 就是基本上手持拍摄 这个稳定是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拍摄需求的 同时呢它有一个微距的功能 虽然说它不能够到1.1倍啊 但是它也能够到0.5倍 当你使用这个手动对焦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在屏幕上会有显示说 黄色这一行告诉你们 它的这个放大倍率大概是多少 有了这个微距功能的话 你想拍一些比较仔细的东西 比如说昆虫啊花花草草呀 有这些拍摄需求的时候 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放大的倍率 其实我有买索尼的这个90微距镜头 但实际上我平时在用的时候会发现 能用到1.1放大倍率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多啊 所以其实啊 这颗85F2只提供0.5的这个放大倍率 在平时用起来的话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拍摄一般的东西绝对是足够用了 你可以看到当你开机的时候 它是一个外对焦 它的前面的这个镜组会伸出来 所以其实防深防低的效果呢 并没有那么顶级啊 我们那天在外面拍摄的时候 是在一个沙漠里面 它那个沙子吹过来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所以如果在这种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使用的时候 大家可要小心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看到 由于它的前镜组是伸出来的 在对焦的时候 所要驱动的镜组会比较重一些 那很明显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跟不上焦 使用其他的RF卡口的镜头 都可以对上焦的情况下呢 这个85F2呢 在某些情况下就会跟不住 这点呢需要大家注意 我觉得它的对焦还是能够满足需求的 当然对于一些极限的东西 我移动速度很快的东西 它可能会有一些力不从心 当然你也是可以在旁边 开关那边限制它的这个对焦行程 你可以限制它到仅微距的距离 或者是0.5米以上 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它的搜索的时间 会加快一些对焦的速度 好吧基本上这颗镜头 就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如果你需要有一个85号米的焦段 拍一些人像 并且有一些微距的需求 那这颗镜头绝对是非常完美的 反正我自己买了以后 搭配这个RF35 是一个高性价比的两兄弟 当然之后也会有佳能的RF50毫米 F1.8 这颗镜头我也预定了 如果到手的话 我也会尽快的给大家做一些测试 但是呢 One more thing 对吧 现在不是流行这个玩意儿 它是一个85毫米F2光圈的镜头 大家看到右侧这边是 佳能的M6二代 不是R6 搭配的是适码的这个56F1.4 换等效光圈和等效焦距的话 它大概是跟这个85F2 是一个非常相近的规格 但是呢 这颗适码的镜头 大概只卖2000多块钱 那这颗85F2呢 要卖4000多块钱 所以呢 我也很好奇 使用APS-C画幅的话 这颗561.4 它是不是能够获得更好的画质 因为这个M6二是3200万像素 那我也在外面做了一个横屏的 结果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吧 因为本身是嘛 561.4这个镜头画质是很好的 我也跟其他的 这个APS-C画幅的 56毫米左右的镜头 做过对比 它是画质最好的 结果呢 跟这个85F2 再加上全画幅的相机 你做一个对比 即使说M6二它有3200万像素 光圈圈开的时候 它的解析力啊 也还是干不过 这个R6的2000万像素的相机啊 我原本以为 M6二加上 适码的561.4 来个逆风翻牌 可以用一个更低的价格 获得更好的画质 但是实际上好像并不是这样 但是其实我感觉 这个561.4的画质 已经非常不错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 货比货气死人 对于预算不是很足的朋友们来说呢 其实我觉得 购买APS-C画幅的相机 加上这种性价比超高的 适码的APS-C画幅的镜头 你可以获得非常近似的 背景虚画的效果 比较接近的画质 但是你的价格的话 却要节省一倍甚至两倍 可如果你不是那种 非常追求专业的用户 只是自己平时爱好玩玩的话 可能又别这套组合 更加适合你 在郊外的方面的话 这个85F2的话 可能是由于它加入了 这个微距的功能 结果导致 它这个郊外的柔化程度 我觉得是不如 适码的这个561.4 大家可以自己看 我放一些照片 在郊外方面的话 我觉得是吗 还是